1933年1月30日上午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第三帝国也就此诞生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 德国走马登次的换了三个总理 在这场斗争中 多方势力先后登场 阴谋和背叛更是家常便饭 而这一切最终把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高峰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希特勒是怎么当上德国总理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舒山有黎 我是小黎 这一次德国老百姓都不干 说你们这还有完没完了 今年1月到4月选总统 7月选国会 好不容易国会选出来了 9月第一次开幕 国会解散了 施莱彻尔这脚还嘴硬 他跟总统说 说总统先生 您今天做了这个决定 我不确定您以后能不能上天堂 上次我们讲到 巴本在施莱彻尔的扶植下 担任德国总理 而希特勒的纳粹党 成为了德国的第一大党 这个时候希特勒他就飘了 这房顶上搁不住他了 他心里想 我现在都是领导德国第一大党的人了 给我个总理干干不是理所当然吗 想到这儿 希特勒马上就去见新登堡 跟新登堡说 我希特勒 我坚决要求当总理 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会很奇怪 说根据这种代意志民主 不是多数党的党魁可以自动组织内阁 自动担任总理 怎么说希特勒他还得别人认命他 其实原因很简单 纳粹党虽然说当时已经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 但他实际上只拥有37%的国会议席 没超过50% 所以说希特勒他不能自动成为总理 你总不能说你一当总理 国会投票表决 每次只有37%的人赞成 那你说还能通过什么法案 所以说希特勒想的就是 利用他国会第一大党领导人的身份 去跟新登堡谈判 但是所谓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新登堡确实见了希特勒 只不过他把希特勒一顿臭骂 他跟希特勒说 你想参加政府可以 但是你得跟别的党派合作 新登堡还跟希特勒说 你们纳粹党算什么东西 你看看你们干的这些事 冲锋队队员在街上殴打警察 侮辱犹太人 到别的党派的集会上去捣乱 说起纳粹党的这些不法行为 老总统是特别生气 他还跟希特勒说 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小子一蹶屁股就知道 你拉几个屎球 你不就是想夺取全部权利 然后搞独裁统治吗 我跟你说门都没有 希特勒被骂了一顿 他看来总统这条线是走不通了 他就想另一招 派人去联系了德国的另一个政党 就是天主教的中央党 希特勒的想法是 说我现在纳粹党有37%的国会议席 但是不到50% 但是如果说 我可以在国会里再找一个政党 跟他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那么加起来 一加一等于二 加起来就可能超过50% 国会里滑了滑了 第一大党纳粹党 230个议席 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100多个议席 再往下就是德国共产党80多个议席 但这俩是希特勒的死敌人不可能跟他联合 再往下就是天主教的中央党70多个议席 跟纳粹党的230个议席加起来 正好超过50% 但是啊 这个中央党 其实跟希特勒也不对付 之所以选择跟他联合 主要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巴本 其实巴本他之前也是中央党的党员 结果他后来背弃中央党 自己去当总理了 中央党这些党员就一致投票通过 把巴本开除出党 现在呢 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 他们选择跟希特勒联合 很快啊 在中央党的帮助下 格林就被当选为国会议长 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巴本耳朵里 巴本一看这哪成呀 他赶快去找新登堡 跟总统说 说你看 现在纳粹党和中央党联合起来 要对付我 咱不如把国会解散再重新选 选到我们满意为止 新登堡就同意了 给了巴本一项解散国会的命令 巴本拿到这个命令 他心里就有底了 等到1932年9月份的时候 新国会开幕了 国会一开幕 就有一个德国共产党的议员站起来 说我要弹劾巴本 巴本一看有人要弹劾他 他马上就举手要求发言呀 结果议长席上的格林全当没看见 继续主持弹劾的投票程序 巴本气得满脸通红 直接站起来 手里面还拿着那份解散国会的命令文件 大步的走到格林面前 直接就把文件扔到了格林的桌子上 结果格林全当巴本不存在 投票继续 直到最后投票结果出来了 500多票赞成 50多票反对 巴本被弹劾下台 这个时候格林低头一看 我桌上怎么多一份文件呀 还假吗假样 问周围人 这些文件是你们给我的吗 周围人说不是啊不是啊 格林把文件打开一看 巴本签署的解散国会的命令 但是巴本已经被弹劾下台了 所以格林宣布这个命令无效 虽然说巴本是被格林坑了一把 但是解散国会毕竟是总统的命令 所以国会很快也解散了 这一下又得重新选举 这一次德国老百姓都不干了 说你们这还有完没完了 今年1月到4月选总统 7月选国会 好不容易国会选出来了 9月第一次开幕 国会解散了 现在又得重新选 我们一年到头还干不干别的了 国会是干嘛的 小孩过家家呀 就不光德国老百姓不干 连纳粹党里面这些负责竞选的官员也受不了了 这好家伙一年到头天天加班 而且竞选很烧钱呀 你说你登广告要不要钱 你说你组织集会租场地要不要钱 你希特勒租飞机要不要钱 你有多少钱也不够这么造的 等到1932年11月份的时候 选举结果出来了 纳粹党丢了200多万张选票 丢了37个国会议席 这个结果一出来 巴本他忒高兴了 他立即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 跟希特勒说 说你看你现在纳粹党 想通过合法手段夺取政权 我看你是没指望了 你不如跟我合作 我做总理 你在我的政府里 你干个副总理怎么样 那你想想希特勒 他能屈居于巴本之下吗 而就在巴本在这搞小动作的时候 他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捅他刀的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扶植他上台的施莱彻尔 施莱彻尔这个时候认为 巴本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他自己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他当时一直在跟纳粹党里的 施莱彻尔在秘密谈判 他跟施莱彻尔说 说小施 你看你要不然跟我干 我做总理 你做副总理 反正你跟谁干不是干 就是希特勒上台了 你也是干个副总理 你说是不是 施莱彻尔就在这算呀 他觉得国会里支持 施莱彻尔的纳粹党议员就有60个 他还能争取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支持 这样一来就过半数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来的迷之自信 施莱彻尔马上去见新登堡总统 把他的计划跟总统说了 他跟总统说 说我觉得八本不太行 我得亲自上 到这个时候 实际上总统都不太相信他了 怎么着 你最开始跟我说薄彻宁行 后来他挡了你的道 要取缔冲锋队 你又说他不行 让我把他给撤了 然后你又说八本行 这才过了几个月 你又要自己上 你这不是把我这80多岁的老同志 干嘛耍着玩吗 但是眼下确实没有更好的人选 再加上吃来撤儿 又保证了 说他有办法 新登堡总统没有办法 只好让八本辞职 任命施莱彻尔做了德国总理 八本就这么被赶下台了 他心里这个气 发誓要报仇 他就给希特勒写信了 这时候俩人难兄难弟了 一个刚下台 一个上不了台 现在又有施莱彻尔这个共同的敌人 于是乎两个人一拍即合 决定就此狼狈为奸 共同作恶 他俩达成一个协议 说以后希特勒做总理 八本做副总理 联合起来把施莱彻尔给弄下去 八本也被仇恨冲昏头脑了 只要能报施莱彻尔的仇 他不在乎谁当总理 希特勒和八本联合起来以后 就开始等待时机了 而这个时机很快就到来了 施莱彻尔这个人 你让他搞阴谋诡计 他很有一套 但是你让他治理国家 带领德国走出经济危机 他就是两眼一抹黑 抓瞎 而且他这个人呀 先是搞垮博里尼 再是搞垮八本 朝野人心早已散去 根本就没有政党愿意跟他合作 而且他以一个军人的身份 担任德国总理 老百姓也不相信他 就这样 施莱彻尔还自信满满 等到了1933年元旦的时候 他带着内阁成员去见总统 还跟总统说 说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以后都是好日子了 结果仅仅过了三个礼拜 打脸了 施莱彻尔又来找总统 他跟总统说 说总统先生 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 我能带领德国走出经济危机 我能分裂纳粹党 我能让其他这些民主党派 跟我合作吗 您全党我没说过 这些人没一个跟我合作了 您看你能不能帮帮我 新登保总统一看说 嘿小样 你当初不是跟我保证挺好吗 谁不跟你合作 你找谁去 你找我干嘛 这下施莱彻尔就完蛋了 五天以后 也就是1933年的1月28号 他被迫辞职 他辞职走的这一天 新登保总统还跟他说 说我呀 已经是一个一只脚踏进棺材的人了 但是我以后在天堂上 我也不会为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而感到后悔 施莱彻尔这脚还嘴硬 他跟总统说 说总统先生 您今天做了这个决定 我不确定您以后能不能上天堂 施莱彻尔一下台 德国就又没有总理了 新登保这心里是要一个仇啊 这个时候八本凑上来了 跟总统说 说我已经跟希特勒达成协议了 要不然您任命希特勒做总理 我做副总理 您看怎么样 不光八本这么说 就连新登保的儿子小新登保也跟总统说 说我觉得希特勒才是领导德国的最佳人选 实际上这个时候 小新登保已经跟希特勒秘密达成了协议 希特勒让小新登保去帮着他说服新登保元帅 以后我希特勒当权了以后 他许给小新登保高官后路 所以说在这些人的说服下 最终老元帅被说动了 决定任命希特勒做德国总理 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序章里曾经说过的那一幕 1933年1月30号早上 希特勒 八本 还有新的内阁成员在总统府建新登保 新登保最终任命希特勒 这个维也纳的流浪汉为德国总理 而希特勒担任总理 也就标志着魏马共和国的灭亡和第三帝国的诞生 不过我们有一说一 这个时候希特勒他还只是总理 他还不是德国的独裁者 因为八本为了制衡希特勒 内阁11个人只有3个人是纳粹党员 第一个总理希特勒 第二个戈林 不过当时暂时还没有职位给戈林 承诺是等德国以后有了空军 就任命戈林做航空部长 第三个人是威廉弗利克 这个人也是希特勒的老部下了 在啤酒馆政变的时候就跟着希特勒 剩下的8个人都是8本的人 所以对于希特勒来说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大权 成为德国的独裁者 而为了实现他这个目标 他决定拿德国共产党开刀 就制造了国会纵火案 那国会纵火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个内容 我们下次再说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 讲真实的历史给你听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来听有趣的故事吧